大家好,我是小嘎姐 今天我们来做一些红烧小羊腿 你看这个小羊腿的外面有一层筋膜 你直接烧的话,它的味道不容易进去 而且也不容易烧软烂 用一把尖刀,顺着肉的纹里扎一些孔 这样子处理之后,它比较容易入味 而且完全炖熟之后,它的肉质也不容易撒开 放入盐 冰箱里隔夜腌制 头一天,凉水泡一些腐竹 第二天,肉腌好了 我们来焯水 焯水 焯水的过程不仅可以去除血腥、血沫 而且也洗去了羊腿表面多余的盐 准备一个调料包 简单几样香料,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我们来炒糖色 我用水炒 两大勺水 两大勺糖 不需要搅拌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 晃一下锅,糖自然就融化了 开始冒烟的时候,糖开始变颜色 有一点像我们煮焦糖布丁里的焦糖 只是加水之前的颜色要稍微稍微深一点点 关火,放入水 气泡散尽之后,你看这个是它的颜色 现在我们来烧肉 锅里倒一点油 油不太热的时候,放入葱姜蒜 煸炒一下 放入豆瓣酱 把豆瓣酱炒香 放入小羊腿 稍微炒一下 锅底有一点焦焦的东西 这个会融到汤里,变成汤的味道 加入热水 沫过羊腿 放入调料包 两大勺生抽 汤骰 喜欢吃辣的,放入一把干辣椒 汤现在是这个颜色 在炖煮的过程中,羊腿的颜色会慢慢的加深 变得红亮 如果你的汤颜色不够的话,可以通过老抽来调整 你可以尝一下汤的味道,盐不够的话再补 盖上盖子,火调小 炖煮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一点菜 红萝卜 一边滚着,一边切着,就是滚到块儿了 腐猪也泡好了 切条 一个半小时之后,肉已经熟了 它的颜色变深,变红 不是当初的粉红色了 这个时候把调料包捞出来 然后还有锅里的葱姜蒜也捞一下 放入红萝卜,继续炖煮20分钟 红萝卜在肉汤里头炖熟 最后放入腐竹 让腐竹也满满吸收汤汁的味道 腐竹炖熟,关火出锅 锅里的汤汁不要收干了 留一点,浇到米饭上面特别好吃 盛一点菜 盛一小勺汤 撒上葱花 小羊腿本身就是有筋,有瘦肉,有一点点肥肉 长时间炖煮呢,鸡和肥肉变得非常的软烂 融化在了肉的中间 筷子轻轻一加,它就断了 你看它里面的肉都是红色的 豆瓣酱炖肉呢,它非常的香 一点点辣的味道,一点点酱的味道 混合起来,配上萝卜和腐竹 这是一个超豪华版的小饭菜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高级,我们下集再见